以下下来会教大家如何去找出垂直评分线的直线方程 AB的垂直评分线是指垂直于AB 并且通过AB终点的直线 这样我们要怎样去计算这条垂直评分线的直线方程呢? 与计算任何的直线方程一样,我们需要锁球直线上的一点 和锁球直线上的斜率 但是注意,A点和B点都不是在垂直评分线上的 所以我们不可以就这样代AB点落X1Y1的位置去找垂直评分线的方程 那么我们究竟要用哪一点,什么的斜率去计算呢? 我们唯一可以在垂直评分线上面找到的点 就是A和B的终点 将A的X座标和Y座标相加,然后除以2 那就会找到AB终点的X座标 而将A的Y座标和B的Y座标相加 然后除以2,就会找到终点的Y座标 那我们找到AB终点的X1之后 那我们要怎样才找到AB的斜率呢? 如果用AB去计算斜率,我们会得出AB的斜率是2分1 但是这个并不是AB垂直评分线的斜率 不过,由于垂直评分线是垂直于AB的连线 所以垂直评分线的斜率乘以AB的斜率 就会等于负1 AB的斜率是2分1 代入算式之后,我们会得出M乘以2分1等于负1 然后就会计算垂直评分线的斜率是负2 在找到点斜率之后 我们可以利用点斜率去找得出垂直评分线的方程 我们将51代入去X1Y1位置 将负2代入去M的位置 然后就会得出Y-1除以X-5等于负2 然后我们将它变回一般式 最后我们找到AB垂直评分线的方程是 2X加Y-11等于0 02X-10 感谢观看